大家好我是二姐 今天买了两个西葫芦 搭配鸡腥肉来做个好吃的 首先将西葫芦给它从中间切开 接下来改刀给它切成条 改刀将西葫芦给它切成丁 装入碗中 准备一个红椒 先给它从中间切开 改刀给它切成条 同样给它切成丁 切好的红椒装入碗中 准备几粒大蒜 将大蒜给它切成片 喜欢吃辣的朋友再来点小米椒 切好的蒜片装入碗中 接下来准备一个鸡胸 先给它切成厚片 鸡胸再给它切成条 最后给它切成鸡胸丁 切好的鸡胸装入大碗中 切好的鸡胸肉咱们来腌一下 加入食盐 鸡精 上来点白糖 生抽酱油 料酒去腥 再加入适量的红薯淀粉 再加点蚝油 先给它搅拌均匀 然后再加入一个鸡蛋的蛋清 这样炒出的鸡胸肉更嫩 然后再次给它搅拌均匀 充分搅拌均匀 将鸡胸肉给它腌上10分钟 这样更入味 炒锅烧干 加入食用油 油热下入鸡胸肉 鸡胸肉给它划散 鸡胸肉炒至变白 像这样就可以了 先给它盛出 拎起锅 加入食用油 下入蒜片 辣椒 小火炒香 炒香之后下入西葫芦 翻炒 翻炒 西葫芦炒至变脆绿 加入食盐 生抽酱油 烧白糖提鲜 再来点山西老橙醋 再次翻炒均匀 把调料化开 西葫芦炒熟之后 把鸡胸肉加进来 红椒也给它加进来 再次给它翻炒均匀 翻炒均匀 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这会儿咱们的大米也蒸熟了 盛出来 将咱们炒好的配菜 给它盖在米饭上 哇 真的是太香了 咱们的西葫芦盖家饭就做好了 真的是太好吃了 做法也是特别的简单 西葫芦鸡胸这样做 也可以浇面 就馒头都非常的不错 如果给小朋友吃 就不要放辣椒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儿 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击关注 谢谢大家 咱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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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